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些在玩物上的小趣味 相信很多人都見過或玩過這套魔界騎士的套裝 有主角和一套甲,裡面還有這個模特兒的火機 現在主要是這個火機本身 你看到它全場有9厘米的扣 大概4.5厘米 厚度比較難度 大家可以看到,握上手是頗順手的 有一個小繩 小繩子 大家看看清楚 打完之後,你看看 連蓋頂,火機的紋也有 很仔細 這個內膽 大家看看清楚 當然很多人都會問 可不可能把它變成真的火機呢? 大家會發現這個 它的尺寸是比較有趣的 4.5厘米 這個 3.5厘米 如果在一些打火機的專門店 能不能找到這麼小的火機 我真的不知道 就算有,可能也不便宜 如果用市面的火機改裝 可能需要用到比較大的資金和技術 高一點的技術 我就找到一個比較簡單的 和低成本,低技術的方法 怎樣呢? 在很多便利店或街邊 都可以買到這種最細型的火機 看它就比原本這個 剛好高就是一級的 它的長度 你看 只有6厘米 加到最小的這種 如果這樣放下去 你會發現 剛好頂高就是一級 所以我解決方法是怎樣呢? 如果你是有機械化工具 有轉床電鑽的 你可以找一些大的鑽仔 偷進去 偷進去 如果沒有的 你可以用螺絲筆 慢慢用麥克風 或者刮開 因為它的膠也不是太硬 輕輕刮開 只要個人小心就可以了 然後 就去整個床 藏進去 我這個 就比較 做得順手 現在很順手 一會兒 配置到很盡 拍了之後 不會掉出來 如果你說不覺得 那個孔刮大了 可能兩邊要找些東西 攝攝去 也會影響不大 壓低一點 這個孔位很緊 拍好了 一入好了 就不會掉了 好 最簡單的 就是 真的搭口機 當然 小朋友 不要亂玩火 這次 就是想帶給大家 就算你有時 有些 不是太貴價的玩具 或者一些玩物 其實你只要 花一點點腦筋 創意 不需要用一些 很貴的成本 或者很高的技術 可能只是用螺絲筆 刮刮去 幾元的火機仔 就搞定了 就能夠增添的趣味性 就 可以好玩很多 當然不是 小朋友 再說一次 小朋友有沒有玩火 當然不是 這個 這個 很簡單 其他玩具都可以 你們 各人發揮一下 你們的小宇宙 可不可以創作出 一些更加 用最小的方法 去改造它能夠 最高的趣味呢 耶 希望我們看到你們的作品 拜拜